这百年老店 那老店 一旦出了名了 我又谈这事 不研究这个食品的 怎么老百姓爱吃 好吃 甭伤必尖 是古人总结的事 古人总结了什么呢 百姓评说当今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天堂马哥这期视频 聊聊百年老店的事 您听听是否有同感呢 一说聊起 外子吃饭 这些年 尤其这口罩期 本来这个过去以后 准备就不说 经济要复苏吗 要报复应消费吗 你看现在这两年 这劲头 大的饭味也不行 小的饭味也不行 也没报复相费 怎么着 这人是没钱了 是消费特别理智了 现在上面就傻玩 傻玩穷玩 玩花不多少钱 不是有什么 还得花钱 你看现在全国各地的 就咱北京能看出来 这天堂可人多了 嗨了去了 现在人不还有钱 你看这个旅行团打的旗 你看这人这穿带 不像是豪华兵团 是不是 也不是好玩 老百姓就想开了 有点钱 我玩玩去 有的在这吃上 不怎么讲究老 怎么吃饱了就得了 什么叫坏 不是 现在关键是 吃出藏的病 就像你说 对对对 还一个这吃 你看这吃的好 这里都有玩意儿 你说这东西 不连说了吗 药里的哥 挺大没素 是不是 一个是这东西 干饭馆了 这商家有黑心的 这是纯黑心 撒毒 还有一种 这百年了的 那老店 一旦出了名了 我又谈这事 不研究这个食品的 怎么老百姓爱吃 好吃 就在食材上 他研究食材了 研究这个重量了 你说举一个例子 咱也不点名 昨天我们娘媳妇 给我买了两个 大包 买了两个什么 嘴边忘了 就这个面茶 我还喝面茶嘛 这面茶倒是真不错 我就发现这两个大包 大包的这小盒 比原来又小了一号 原来还稍微大点 现在又小了 又小了一号 就是现在出名了不 出了名以后 不在质量上 和这个什么上 下功夫了 就在食材上 我咱们这偷点鸡 耍点滑 大盒变点小盒 厚的变薄点 基本上 这都是商家的 这个 就不成本的规定 为什么这百年老店 为什么倒了那么多 到现在的人 不研究 在这吃上 质量上 味道上下功夫 就在这个 就就就就就就 我说了 外东西占这点小便宜 这叫脱鸡摸狗 脱鸡摸狗 我怎么省点 就在这方省高 我就说了 早晚 就咱们什么百年老店 什么一旦出了名以后 只要是这个老板 这一拨一拨 他得传 传成 你要传好 基本上传好的 不多 竟他妈吃 越传越歪 越传越歪 我就说这个了 咱不点他名就这面茶这个 你别跟他丢这两天火 你看咱们一败涂地 咱不是皱的 你知道吗 你在质量上 或者你殿堂这 环境上 是不是啊 哪都下着工作 怎么让 吃吃客 上这来 咱们感到舒服 感到满意 一穿这十穿白 你不明映越了 一看差不离了 不研究这个了 就在这上下手脚了 比如说 原来这一桶 卖一百块钱 现在这一桶 改成小碗了 卖一百五 不是你 我说 我要干这个 可能我也是在这方面下工 这晚上开会学习 员工开会 开什么呀 他不 就是研究 怎么多赚钱 降成本 老说不准 老说降成本了 比原来挣得多 他还增效 这脑子是 这人 要是你说 奸商奸商 也是 骂他们奸商 传承了几百年了 这俩字 甭伤必奸 是古人总结的是 对 应该奸 他不奸他怎么倒啊 看了这期视频 您觉得 马克说的是否有道理呢 为什么百年老殿 不能延续辉煌 您觉得百年老殿 要如何传承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 点赞关注 转发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